欢迎收看新闻之呼 内地华北多个地区近月接连出现霧霾天气 到底什么是霧霾呢 霧霾多数出现在工业密集的城市 工厂大量使用煤炭排放飞气 加上人口囚物和汽车排放 导致空气之中大量微小的原浮粒子持续积聚 结合煙霧所产生的灾害性天气现象 中国经济急速发展主要靠燃煤发电 加上汽车和工厂排放严重 每逢冬季北方的城市都会出现霧霾天气 北京在今个月两度发出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天空一片灰蒙蒙 市内能见到不足100米 当局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停货 呼吁民众尽量留在室内 霧霾更加扩散至上海江苏等地区 江苏南京星期三发出大气污染蓝色预警 有网民拍到在傍晚的天空出现粉红色霧霾的奇景 专家解释霧霾有灰、白、渴三种颜色 这种粉红色的情况应该是霞光和霧霾结合的结果 并不是什么特殊污染物 霧霾更随着气流南下 连南方一线城市广州 更日都遭到霧霾笼罩 海陆空交通受到影响 超过30班航机要延误 有小盲腰之称的广州塔也不见了腰 连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都说 差点找不到办公室 去年北京举行APEC会议期间 政府采取一系列减排措施 包括联合五个省市关停部分工厂 勒令地盘停工 限制车辆行驶 成功还市民蓝天白云 被称为APEC蓝 不过APEC会议一员 霧霾天气就再次笼罩京城 有评论就认为APEC蓝证明了 政府是有能力战胜霧霾天气 但政府监管不善 和地方协调不足 令到问题无法解决 今集的新闻师傅讲的